乐上加乐,喜上加喜,实在是蒙恩啊,的确也被神垂听,被神悦纳 三十一章说什么?你就自行享乐,自享多福 三十一章说什么?西家王就带头做什么事 来,三十一章说什么?第一节来念 这事记都完毕,诶,完毕了,句点了,结束了,NO! 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就到犹大的城里做什么?大家说 打碎住相,喊罐木偶,然后又在各地拆毁祭坛,拆毁秋坛,而且拆毁晋晋 哇,把一切的神明偶像秋坛祭坛寺庙全部拆毁 哇,感谢主,请问,上帝高兴吗? 上帝高兴 又在耶和华殿门内侍奉称谢送在耶和华,王又从自己的产业中定出份来为凡祭 就是早晚的凡祭,早上晚上献凡祭 安息日,一定守安息日 接下来呢,还有月术,什么叫月术 每个月的第一号叫月术 和牧师好像在半年前讲过一篇道 希望我们明年的一月一号 全部教会的人早上七点钟来这里守月术 大家同意吗? 同意 2020年1月1号元旦 我们在三三代雪零一 活血得上教会要守月术 求主联名我们 其实每个月的1月1号 每个月的1号我们都要守月术 因为这是圣经的真理 那一年的第一天要不要守啊 更要守,不可不守啊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好,还要守耶和华的节旗 都是按耶和华律法所在的 来,第四节 又吩咐助耶路撒冷的百姓 将祭司立为人所应得的份 给他们,使他们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 所以国王就下令了 耶和华规定 所有人要限十分之一 结果呢,百姓们都甘心乐意限十分之一 还限各样的购物 所限的十分之一 所限的购物呢 哇,多又多,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 一堆又一堆的 有一天国王就问说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城山,城海这么堆的这些 这些五谷杂粮,这些水火蔬菜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呢 后来 大帝子就回答说 这是因为百姓们听王的命令 也听上帝的话语 大家都奉献十分之一 大家都多限购物 所以 才有这么多 我们都吃饱,穿饱 还剩下这么多 神的领典这么大 如果活血都在教会 人家都奉献十分之一的话 我跟大家讲 现在 弗达的腐杂粮至少有时间 活水礼拜堂 听懂吗 可是肯奉献十分之一有几个呢 所以 如果大家奉献十分之一 我们就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们就可以带领更多更多的人 能够运势真理能归向基督 求主帮助我们 好 来第十二节 三十一章十二节 好 来 你看 一个 捷径 捷径的人 他就没有被撒到魔鬼 在他里 就鬼鬼祟祟的 然后就偷偷摸摸的 不但不限十分之一 而且还讲风凉话 还在那边 因为多剩一点点钱 就想要望之尊大做老板做老大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这些人呢 都懂得更要自卑自卑 能够奉献是神的恩典呢 不但不夸口 我们只夸耶稣基督 为我定十字架 哪里会夸口 我奉献多少钱呢 所以我们来读三十一章 第十二节 请读 他们成心将贡物和十分取一之物 并分别为圣之物 你看三种哦 有贡物 十分之一之物 还有分别为圣之物 都搬入仓内 立为人 雅南 雅 掌管正事 他兄弟 誓美为副管 你看 多到需要两个人来做管理 我们再看啊 再看啊 第十八节 你看 神非常看重家谱 神非常看重家庭 所以神要你建造家庭 撒旦魔鬼叫你 不看顾家庭 不看顾家属 所以来读 又按家谱计算 分给他们会中的妻子儿女 所以立为人的妻子 祭司的妻子儿女们 都有 都有供应 都有奖金 都有福利 可是今天的教会呢 很多很多教会是 牧师薪水很少很少 师母没薪水 很多师母的确 又做护士又做老师 又在上班 本身有薪水 也有一些师母呢 教会太需要她 她也没有去上班 师母常常一毛钱都没有 那请问牧师师母的儿女 教会还会照顾到吗 更不会照顾到 请问这是圣经真理吗 不是 所以一个正常的 圣经真理是 我们要照顾神的仆人 还要照顾神仆人的儿女 听懂吗 这才叫健康的 全辈的 和神心意的 和圣经真理的教会 华人教会 一般来讲 不管师母 儿女根本不管 让他们自生自灭 让他们自求多福 儿女蒙恩了 她还嫉妒 儿女不蒙恩 她那天说风良话 所以求主联名我们 好 建造教会 是神的心意 撒到魔鬼 容许你建造教会吗 不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好 第三个 神的心意是什么 大家说要建造国度 建造国度 好 再读 一本之下 看哦 三十 嗯 三十二章 嗯 三十二章 这是要打仗啊 三十二章 三十二章 好 来 好 我们先读三十一章 三十一章 二十二十一节 多念神的话 不会有亏损的 来读 三十一章二十节 西西家在犹大遍地 这样办理 请耶和华他神眼中 看为善 为正 为中的事 请问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神看为善吗 神看为正吗 神看为中吗 求主联名我们 好 三十二章第一节 你看 这么一个敬前的 这么一个 这个美好的 良善的 忠心的 好王 撒旦魔鬼放过他吗 不放过 他行的这么多事情 几乎是十全十美 没有任何的破绽缝隙 撒旦魔鬼 还在那边挑拨离间 还在那边 新闻说了 还在那边 想办法要攻击他 要杀害他 所以三十二章 说什么 第一节 我们要念情 这虔诚的事以后 亚述王 西拿基利 来侵入犹大 周围一切坚固城 想要攻破战绩 所以当时的超级强国 亚述大帝国呢 就要进攻耶路撒冷 大军就押近 押近 那请问西家王 该如何回应呢 回应呢 西家王 圣经说 他去找先知 找神的仆人 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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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非常非常 注重圣洁的先知 当乌西亚王 崩的那日 以赛亚就看见上帝 高高的坐在宝座上 他的衣裳下垂遮满圣殿 然后听到撒拉佛 很多很多天使 互相呼喊 呼喊什么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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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小声的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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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呼喊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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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呼喊 以赛亚一听到 大声呼喊之后 说什么 太吵了 太没水准了 干嘛要这么大声呼喊 以赛亚听到之后 说什么 他说 我是罪人 我嘴唇不洁 我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以赛亚在那里认罪 在那里悔改 以赛亚听见 天使呼喊是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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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赛亚非常知道说 亚伯拉罕 以赛亚哥的神 是什么样的神 大家说 圣洁的神 完美的神 荣耀的神 是圣灾 圣灾 圣灾 所以以赛亚书 这位先知 用66章 在写圣灵对他的感动 他有至少30次提神 说以色列的圣者 他对神的认识 非常着重于神的圣洁 所以西西家王跟他是好朋友 西西家王遇到各种大事 都会跟以赛亚商量研究 所以当仇敌要来攻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西西家王去找以赛亚 以赛亚跟他说什么 以赛亚跟他讲说 我去祷告 他不但自己祷告 而且西家王和以赛亚一同祷告 来我们来读圣经啊 三十二章 二十节 西西家王汉 亚摩斯的儿子 先知以赛亚 因此祷告 向天呼求 向天呼求啊 向上帝祷告啊 向圣者呼求啊 圣者 主耶和华上帝啊 你的仇敌啊 竟然 侮辱你 如此嚣张保护 说 他的神 所到之处 天下无敌 你西西家的神 你耶路撒冷的神 一样是甘拜下风 上帝啊 上帝啊 仇敌是如此的嚣张 如此的挑衅啊 上帝 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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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啊 你知道吗 仇敌是怎么样的挑衅法 仇敌说 我们亚述国的神 天下无敌 没有任何国家 可以跟我们打仗的 全部都输的 同样的 你西一家这个国家 也一样亡国 你的神 没用的 他如此羞辱神啊 结果呢 西一家和 以赛亚一早报的结果 上帝说什么 二十一节 大家念二十一节 哇 太棒了 哇 太感谢了 耶和华 就 差遣 来 几个人 几个人 一个谁 一个谁 使者 使者 使者应该是天使啊 请问 派几个人是谁 一个天使啊 一个天使 进入亚述亡营中 把所有大门的勇士和官长将帅 尽都灭了 你知道吗 一个天使啊 当夜 当夜 就杀死了 大门的勇士将帅官长 十八万五千人 写在 那个 王下 王下 十八章 十九章 大家自己去看 一个天使 可以战胜 十八万五千个 大门的勇士 圣灵没有亲自出马耶 如果圣灵出马的话呢 请问撒旦魔鬼的 所有全军 当然如何 当然瓦解 全军覆没了 所以圣灵指派一个天使 亚述 大帝国的群队 十八万五千人 就被 粉碎 就被消灭 弟兄姐妹们啊 我们要建造神的国度 是靠圣灵建造 面对邪灵 面对污鬼的 挑拨 离界 抹灰 毁谤 破坏 分裂 我们要靠圣灵 靠圣灵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不是依靠导弹 你晓得吗 中国 今年的七十年的 这个国庆日啊 阅兵 我讲不到有东风 东风 DF17 和DF41 DF17是 十分钟 就可以射准 他们所瞄准的目标 所以从中国大陆 射向周围国家 东西南北国家 十分钟之内 就可以射准目标 那东风 DF41呢 叫做 洲际战略核导弹 其实在 2012年 已经试射过 2019年国庆日 首次亮相 我再讲一遍 东风 DF41 它 西弹 十枚的 分岛式的核弹头 从中国 射到 美国 需要多久时间 半小时 三十分钟之内 常常 反导弹的 装置 还来不及拦截 就已经射中目标了 一到达美国境内呢 十个弹头 就分别 瞄准十个目标 纽约在不在其中 在 那你住在哪里 纽约 那你要逃到哪里去 躲到哪里去 到天堂去 没有任何地方 你可以躲藏 可以安全 听懂吗 所以 为了世界的国 如此征战 如此矛盾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为了地上的国 抛头如物 撒热血 热情与革命 为了神的国 请问你摆上多少 没有任何国王 为百姓 舍命的 天国的国王 为所有百姓 被钉在 十字架上 流血舍命 死而埋葬 感谢主 因为他是天国的王 他是生命的主 所以他第三天 如同旧约预言 如同他自己所说 他复活了 北洛亚 弟兄姐妹们 他还要再来 还要再来 他再来的时候 可不是 做施恩的宝座了 他再来的时候 是做审判的宝座 按照你所行的 或散或恶 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不让自己 躲藏到耶稣基督里面 你没有安息之手 你无处可躲藏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目前国语国争 那更是无法想象 说真的 稍微情绪化 一按和按流 整个世界 覆潮之下 有完软吗 弟兄姐妹们 你的智慧聪明 要如何安排 在永恒当中 你到底在哪里 主啊 求你继续开启我们 帮助我们 知道 我们活着就是恩典 我们活着 乃是要建造家庭 建造教会 建造国度 主啊 求你继续恩待美国 继续恩待中国 也恩待香港 恩待台湾 让明年能够选出 和神心意的总统 能够行公义好怜悯 存千辈的心 奥索而来 好主喜悦 天父我们求你 让整个世界 能够继续 知道时候不多 是你在宽容 不是你单言 耶稣就要再来 耶稣要成为 世界的审判者 成为人类的审判者 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基督 我们有何处可在乃 所以我求你怜悯 帮助我们 更愿意 为家人祷告 更愿意 认罪悔改 也带家人都 认罪悔改 还让我们家庭的 着洁净 有洁净的家庭 就有洁净的教会 有洁净的教会 就有洁净的社会 有洁净的国家 主啊 请你让我们 从根本做起 孩子如此祷告 我们祝耶稣基督 保卫生命 阿们